说完 许二红又得意地挑了下眉 一脸许丝丝想什么 她都知道的嘴脸 那嘴脸实在是欠扁 见嗖嗖的 许丝丝真是恨不得 立刻拎个榔头 把她老爸打晕算了 和许二红的又一次谈判 宣布破裂 打发走了自家话多 又假矜持的闺女 许二红春风得意地 往厂里走 嗯 今天天气不错 傻妹妹硬气了一回 她高兴 脚下都生疯了 感觉走路轻飘飘的 整个人都要飘起来了 一路上遇到工人 工人们都热情地和她打招呼 许二红摆出了大领导的架势 得体地和人家点了点头 嗯 哈哈 好 到了办公室里 许二红处理了一会儿正事 觉得好像有啥忘记了 挠着脑袋想了一会儿 最后啥也没想起来 闲着无聊 她决定去厂里视察一番 许二红人到周年 得了老太太和许问天的基因 虽然在老太太眼里歪瓜裂枣 在别人眼里却还算得上英俊 一个英俊的周年领导 在场里逛了一圈 漂亮的年轻女工人们 热情地和她打招呼 许二红阴嗖嗖地笑 却不搭理 而另外一边呢 被她关在房间里的刘桂梅 左等右等 还是没能等到自家男人 心道 咋还没处理好啊 三丫是不是闹太久了呀 这一等 就等了一个早上 然后又从早上 等到了中午 最后到了晚上 刘桂梅憋三急 把脸都憋红了 房子修得很大 刘桂梅和许二红的房间 在二楼的最边上 她在里面喊了好几声 没有一个人过来给她开门 而闲着没事的许二红 在外面浪了一圈又一圈 最后也没有想起来 要给刘桂梅开门 等她晚上回来的时候 耳朵都快被刘桂梅给撕裂了 鬼哭狼嚎地乱叫 最后也没有被拯救出来 因为没人听见 许念念第二天早上起来 陈小柔已经过来叫她吃饭了 打了个哈欠 许念念揉着脑袋 这么早 这个地席实在是太勤快了 搞得许念念都有些不好意思 家里吃饭的人 就只有陈小柔和许念念 其他人都在厂里食堂吃 杨翠花和许大伟 一大早就让许志强 把他们送回了县城 说是不放心把店交给别人打理太久 都没有来得及和许念念说一声 许念念顿时有种自己的宠爱 被一个店铺抢走的及时感 许三丫的事情解决了 许念念打算在家里住两天 就回京都去 原本打算留下来多住几天 是想爸妈了 结果杨翠花倒好 直接带着许大伟走人了 弄得许念念哭笑不得 看到陈小柔在那里温吞吞地喝粥 许念念关心地给她加了一个煎蛋 陈小柔顿时受宠若惊地说道 姐 这是给你吃的 许念念现在怀孕了 是全家人的重点照顾对象 虽然和许志强结婚了 但因为许念念曾经是她的老板 陈小柔在她面前 不是很能放得开 有些拘谨 没事 我不想吃蛋 许念念笑着说道 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陈小柔也只能接受这份心意了 谢谢姐 谢什么呢 这是你做的吗 我还要谢谢你呢 许念念笑着说 她看陈小柔面露愁容 不由关心地问了一句 小柔 你怎么了 有心事吗 没 没有 陈小柔赶紧把碗放下来 紧张地看着许念念 她表现得有这么明显吗 现在嫁人了 陈小柔心知 不能像以前那么随意了 有什么为难的事 你可以说出来 姐帮你参考参考 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 你也不用太拘谨 谢谢姐 我没事 陈小柔脸红红地说道 她确实有心事 但这心事 也不能朝大姑子说出来 多羞耻啊 陈小柔的愁绪 来自于 许志强